农村常见的灰灰菜,把它晒干之后烧成灰,最厉害了 解决万千家庭的烦恼,一年能省几千块 今天就把这种宝藏植物,灰灰菜,给大家分享 相见我闲草,用好吉士宝 大家好,我是洪秀,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灰灰菜,用名梨,别名野灰菜 主要生长在农村的田间,地头,路旁,房前屋后等 灰灰菜的幼苗和嫩精叶可食用 味道鲜美,口感柔嫩,营养丰富 是春天非常优质的一种野生蔬菜了 如果是气色不好的朋友们,大家可以食用灰灰菜 它能够预防凭什么 灰灰菜是一年生草本 植株高30到150公分 在我国,大部分地方均有分布 但是有一点,大家有注意 而且食用完灰灰菜之后 切记不能在太阳底下暴晒 因为有些人吃了灰灰菜之后 经过太阳的照射,身上会出现浮肿 或是骚痒的现象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有人专门在网上去售卖新鲜的灰灰菜 一斤可卖到十多块钱一斤 而且呢,市场销量非常的可观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它 就是用它拿来清洗衣物 被单,床单等 相当于现在我们使用的肥皂 洗衣粉等 效果呢,特别的好 而且清洗出来的衣物啊 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 非常的下污渍 去污功能呢,特别的强 这一点呢,可以问一问家里边的长辈 大多数农村人都有这样去用过 灰灰菜是一种遍地可循的菜 灰灰菜是可以食用的 一般采集嫩精液 可凉拌,炒食等多种食用方法 农村常见的灰灰菜 把它挖回来之后淘洗干净 晒干烧成灰 作用厉害了 朋友们,你有吃过这种野菜吗 你还知道其他的价值与用途吗 也欢迎大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